土耳其强振至今此季一直没有停下援助的脚步 今日一份来自DK集团十万马币的专项援助善款 更为正后的灾区重建注意分离 就是在灾难发生的时候我们都是走在最前然后做到最后 所以后续应该就是还有那种重建一些建设 所以需要用到资金 捐出善款的DK集团一直致力于善进企业社会责任 此次捐款更是实践了取吃社会用吃社会的精神 我希望这次捐款更是实践了取吃社会用吃社会的精神 我希望这次捐款会帮助整个社会的维建 因为我认为这次捐款是100万家全都被破坏了 所有人都在转身 所以我们希望这次捐款可以帮助一个小的一部分 帮助他们的生命更好 虽然地理上马来西亚与灾区相隔数千里 但大爱无国界 这一份跨国的爱将伴随灾民重建家园重新出发 买带刘金星路过冲击伦波报道